第一步,取一张正方形的纸,沿对角线对折,并打开 第二步,两侧向中间折,使两边与中线重合 前转180度,下面角向上折,使尖角与正方形的线 这一段的中心相重合 打开,留下折痕 第三步,调整到原位置,尖角向上折 脚尖与刚才形成的水平折线和竖直中线的交点重合 并且打开 前转180度,上边的两脚向外折,使竖直边与刚才得到的折痕重合 第四步,翻面 下面一角,沿着这两点的折线,向上折,并打开 再沿着另外两点的连线,向上折 然后两侧顺着折痕,向里折 上面向下压平 第五步,调整位置 把右边一片向外折一半 并且顺着折痕压平 左边相同处理 第五步,调整位置 下面一片沿着中间的折痕 向上对折 下面一片沿着折痕,向下对折 第六步,左边一角向上做一个外翻折 再向下翻折 再向下翻折,形成孔雀的头部 然后再向下翻折 然后再把下面这一角向内翻折 修整一下 孔雀就完成了 然后再向下翻折 再向下翻折 再向下翻折 再向下翻折